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986年 宋太宗举全国致力 争调二十万大军向辽国发起攻击 试图一决曾经兵败幽州的耻辱 为了这次违法 太宗皇帝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并且在战争初期 宋军还一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战绩 战争的走势对宋军非常有利 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异想不到的情况 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了宋军的头上 那么 这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影响战局发生巨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摆下讲谈 为您讲述戏的节目 王立群读诵时 宋太宗第二步之危险的较量 雍西三年的正月 宋太宗终于下定决心 要学习前耻 二次北伐 收复幽州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雍西北伐 但这一次北伐对于宋太宗来说 这个决心太难下 因为他毕竟知道第一次高粱河之战 那一次惨败所带来的教训 至今他腿上的剑伤都没有消失掉 还在折磨着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他不谨慎的仓促的出兵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宋太宗做了哪些准备的呢 首先我觉得宋太宗的在准备方面的第一点 就是占领政治制高点 所谓占领政治制高点 概括成为一句话 就是四个字 叫师出有名 打仗 我这个军队不轻易的派出去的 我这个军队的派出 是一定是正义之时 怎么样才能做到师出有名呢 首先的宣扬你这种战争的正义性 我是打的正义之战 怎么才能说是正义之战呢 第一 收复就地 这块地方本来就属于中原的 当然大家注意这个词啊 中原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最常用的叫中国 中国古代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原 跟现代的中国 这个意思不一样 忧燕本来就是中原领土 我们现在去收复忧燕是怎么回事呢 把我们自己原来有的东西重新拿过来 装到自己腰包里去 这叫不正义吗 这肯定是正义的 这个话说出来就很有分量了 第二 拯救百姓 当然宋太宗这时候要打仗嘛 就不管忧燕的百姓 在大宋的统治之下 或者是在辽国的统治之下 老百姓过得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们一律要说 辽国的统治之下的老百姓 水深火热 肯定是水深火热 我们就要是拯救那些水深火热的老百姓的 你这样讲 你才能在道理上 才能在法理上 占据一种制高点 所以说 大宋打出来的旗号 就是将就坟而整溢 非独武一家兵 我是救那些在水火之中的百姓 所以宋太宗这一次 首先 他要保证自己师处有名 这是任何一个政权打仗的时候的一个基础 一定要保证师处有名 第二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设个法宝 当时辽国周边还有一些小国 这些小国也受辽国的欺负 那辽国不光是欺负大宋 大宋国土那么大 他欺负你 辽国那些小国 附近的小国更受他的欺负 那么 这些小国 大宋都派人去一个一个的联络 结成反辽的统一战线 这样把辽国给鼓励起来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这样你打起来 你可以放心大胆打 你不要担心有其他人就帮助辽国 这些人都会帮助大宋 第三 加大投入 打仗是烧钱 所以要保证第二次北伐的胜利 要加大投入 那么宋太宗在哪些地方做投入呢 后勤上 他动员了七十个州的人力 七十个州 大宋的政权他有几百个州 他动员了七十个州的人力 派出的主力的参战部队二十万人 这比历次战争他的投入都比 他的后勤保障 他的一线兵力都是空前的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州密计划 要打仗就要做计划 所以这一次 宋太宗为了和辽国决议司战收复由衷 他做了非常周密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他和谁制定的 他和当时主管军事最高机关书密院 和书密院的领导反复的商量 商量什么 商量进军的路线 作战的方略 后勤的保障 出兵的将领 做了充分的商量 史书有记载 出一新兵 上独一书密院记忆 一日至六招 中书不欲文 就是刚开始讨论出兵的时候 宋太宗给熟密院的高官做了商讨 商讨的次数之多 达到一天召见六次 一天召见六次书密院的长官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 中书不欲文 宰相不参加 只和国防部去商量 不和宰相商量 为什么 我们下面再讲 可见 做了周密的计划 第五点 利弊杂音 什么叫杂音 杂音就是反对出征的声音 朝中也是两派 大宋朝廷中间 一派主战 一派主和 而且主和这一派力量还很强大 主和这一派的首领 是中书的宰相和副宰相参政士 这一帮人基本上都反对出兵的 所以为了避免有杂音 宋太宗赵光义 这一次来一个很高明的办法 那么你不是反对吗 我不让你参加讨论 咱们只找那些主张打仗的人在会商量 反对打仗的人 量到一边去 应当说 在这一方面 宋太宗手段很硬 他做了两点 第一 谁反对 罢免谁 第二 谁反对 鼓励谁 宋太宗这两手做了都很硬 因为他要打仗 他就要消除内部的杂音 这个杂音太大了 就听不见正确的声音了 所以 做音响 一定要排除杂音 怎么排除杂音呢 谁反对 罢免谁 酒鬼 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宋太宗立主北伐 但是他的想法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那么宋太宗是如何排除这些杂音的呢 百家奖谈正在播出 宋太宗指危险的较量 如何制定对辽政策 大宋朝廷的内部争论异常激烈 有人主战 有人主和 虽然在高层中 主和派的势力一度非常强大 而最高领导宋太宗 却是坚定的主战派 那么宋太宗为了达到他打败辽国 医学前耻的目的 是如何对付主和派的反对意见的呢 而朝廷中主要的主和派人士又是谁呢 谁反对啊 宰相宋齐反对 宋齐是他的老部下 他第一个从他的幕僚中间 提拔成宰相的就这个宋齐 就这个宋齐 当了两年宰相 赵王毅把他罢免了 为什么呢 宋齐反对出兵 宋齐反对出兵是一贯的 当宰相反对 不当宰相还反对 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出兵者 当然宋齐的反对 有他的道理 我们先说宋齐是怎么反对的 他就经过八年 宋齐就主张 齐丹根本不用打 你等着让他自己灭亡就行了 齐丹根本就不用打 你让他自作自受 将来早晚要灭亡的 咱们打他干嘛 等着灭亡咱们就收拾残局 不就行了吗 这第一次反对 第二次还是太平行过八年 宋太宗再次提出来北伐的问题 宋齐又反对 宋齐这次反对 理由就很委婉了 怎么说的呢 他说齐丹到处输敌 齐丹周围的树立了很多敌对势力 那怎么办呢 咱们现在不要出兵 咱们去援助那些 给齐丹作对的那些民族 让这些民族给齐丹去打 咱们不就做受余力了吗 第三次是拥息三年 这个时候 宋齐已经被罢官了 已经被 当然不是说 不做官了 已经不做宰相了 把他宰相给罢了 罢了宰相以后 听说宋太宗要北伐了 他连这个宋太宗 写了两封咒书 在这个咒书中间 他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染则兵卫凶器 圣人不得也有用 若精选使臣不如军命 通盟既好 你占心民 此以策之得也 什么意思呢 圣人说过 兵是凶器是轻易不能用的 当下如果我们能派一个使者 他能够补助军命 到那去说服齐丹的国军 完成使命 让两国友好 这也不是唯一种 可供选择的办法 可见宋齐是个坚定的反对派 当宰相也反对 你罢了我的宰相 我还反对 但是这个反对 太宗听不进去 他认为是杂音 他认为是杂音 那怎么办呢 那就有一招 罢了他 所以宋太宗 就在雍西二年的年底 十二月 罢了宋齐的官 转过年来 雍西三年的正月 宋太宗就决定北伐 北伐前夕 把宋齐的官给罢了 第二个被罢关的 是参政事 李治 参政事复杂项 李治也反对 也被罢关了 罢关什么原因呢 史书记载是两个字 目疾 目 眼睛 疾 疾病 眼上长病了 眼上长病 点着眼药就好了 就这 罢关了 其实这都是托词 其实这些大臣 也是为皇上考虑 也是为北伐考虑 但是给皇上一见 刚好相左 所以宋太宗 把他们给罢了 这第一条 第二条 谁反对 鼓励谁 还有一个是李方 李方也反对 李方反对 好办 怎么办呢 开会不叫他 着急熟悯让开会 就不让这个李方参加 我们前面讲过 宗书不欲文 为什么宗书不欲文 宗书就是指那个李方 该免了免了 该罢了罢了 你总不能都把人家罢完 剩那一个他 他还反对 他反对怎么来 开会不通知了 这是第五条 这叫利弊杂音 第六条 亲征作秀 宋太宗 这一次北伐 他再一次宣布 我要亲征 御驾亲征 实际上我们上级的讲话 宋太宗不敢亲征 不敢亲征 因为他确实上过一次前线 上过一次高粱河 碰上一个强劲的对手 叶律修哥 叶律修哥 还送上两样东西 两根剑都射到腿上了 到他现在每一年剑伤还发作 所以这个伤痛一直困扰着他 这个宋太宗已经患上了恐战症 一叫他瑜伽亲征 他这个腿就要出毛印 他不敢去 但他又不能说不去 没有说不去 那你不去打 那士气就没了 那将领们就没有 现在没底了 你去将领们才愿意去 冒死去奋战 所以他必须宣布去 但是宣布去完了以后 他还希望有人给他搬个台阶 找个理由 让他下来不去 这就是蔡领导的心思 还真有一个人猜对了 就是被罢官的那个参职政士李治 他猜对了 他怎么说了 皇上不能去 皇上要去了 显得咱们把齐丹太当回事了 这可用来的皇上注重吗 像这种事 你就待在京城 别动 待到你的皇宫里别动 派几个将军去 把他们就收拾了 还用捞着你的大驾了吗 太宗皇上正等着梯子了 李治给梯子搬过来了 那皇上就扑 下来了 人家已经搬梯子了 搬的梯子你要不下来 将来没梯子 你跳下来 那损失就大了 所以太宗顺着梯子下来了 行了 既然这样我就不去了 反正咱们犯不着 咱们大宋 给他的这个作儿小国的齐丹相比起来 咱们比他大得太多了 打他那国家用不着我皇上去 派个将军去就行了 不去了 但是宋太宗明白 他可以不去 将军们不能不去 所以这个仗还得打 这是他做的一方面的准备 第二方面 在周密的准备以后 这个仗打得非常顺利 我们可以概括中四个字 叫开局大顺 这一次战争开局非常顺利 这得利于什么呢 首先得利于意图明确 这一次总体的战略 意图非常明确 北宋的兵力分为东陆 中陆 西陆 分为三陆大军 东陆的主帅是曹兵 而且曹兵又是整个前线的总指挥 曹兵是东陆军的总指挥 东陆军的任务是主力部队 十万人马 总兵力二十万 东陆军十万 但这十万人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进兵要缓 这样不要打大 吸引辽军主力 你有十万大军 向这个幽州进发 那么齐丹就不敢把这军队 调过来去对付东陆给西陆的 这就是东陆军的任务 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求稳 两个字求稳 目标是幽州 中陆军呢 中陆军是河北的豫州 中陆军的首领是田崇敬 他的任务是攻打豫州 打豫州是干什么呢 打豫州是阻挡 幽州的军队援助西陆军 西陆军派了两个大将 非常有名 一个叫潘美 一个叫杨业 这两个人在后来历史上演绎中间 一个改成叫潘仁美 一个叫杨老令宫 杨业 这是西陆军的统帅 西陆军的任务 是攻打太杭山 比西的幽云十六州 幽就是今天的北京 云就是今天的大统 山西的大统 那时候叫云州 这样一来 第一战役打完以后 中路给西路向东路靠近 三路大军合为 这就是太宗的部署 这个意图非常明确 这是第一点 这种战法 其实就是中国古代 最有名的一种战法 叫升东击西 东方是造势 西方在打仗 升东击西 第二步叫部署降进 这一次军队的部署 部署的非常明确 东陆军的第一个阶段任务 就吸引辽军主力 不让他去增援西陆军 所以东陆军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卓州 先拿下卓州 大家知道 卓州离今天的北京太近了 先拿卓州 卓州拿以后再打幽州 幽州就今天的北京 东陆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卓州 中陆是豫州 西陆军是云州 印州 环州 朔州 这四个州 结果这个仗 应当说 安排的人马 还是非常恰当的 第三 统帅给力 三陆军的统帅 东陆是曹兵 曹兵很能打 曹兵我们至少讲过 他两次 第一次 在太祖皇帝的时候 灭蜀之战 曹兵去国 第二次 我们讲过 灭南唐之战 宋军的总指挥 曹兵 曹兵非常能打仗 东陆军的指挥 中陆 田同晋 老将 西陆 潘美 杨业 九经沙场 第四 时机 恰当 时机选的太好了 选这个时机是雍西三年 为什么选这一年 三年前为什么不打 三年前是政权交替时间 辽国政权交替时间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个时候没有打 为什么现在打呢 因为在雍西二年的时候 辽国对另一个国家 也就是鸭路江中游上游的安定国用兵 辽兵去东出这个安定国了 打了胜仗以后要打勾 勾立国 辽国正在东方打仗 军队提罚军力分散 这个时候征辽正是时机 所以应当说时机选择的非常恰当 当然 由于上面各方面的因素 导致出战告捷 开局大顺 顺到什么程度 首先是西路军 在杨叶 攀每个杨叶的指挥下 首先取了燕门关大捷 把云印朔环四周迅速地拿下来 我们知道西单被拿走的是幽云十六周 十六周中间有两个周 是在周世宗的时候已经被拿过来 直升了十四周 十四周 现在光西路军就拿下来了四个周 东路将来要拿一个左周 中路要拿一个玉周 这又要拿六个周 加上原来周 周 中路拿了就拿了八个周了 幽云十六周 如果拿到这一步的话 第一战役拿下来的话 就拿下来八个周了 十六个周就砍取起半了 这个战区应当是非常顺利的了 九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宋军大盛士气高涨 萧燕燕也绝非当了仙尺辈 面对宋军的汹汹气势 他会想出怎样的应对办法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宋太宗旨危险的较量 开局获得成功 宋军士气大振 宋太宗龙眼大跃 而在辽国一方 一个女人的强大威力开始显现 她就是萧太后 那么契丹军队 面对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 该如何应对呢 萧太后又会想出哪些反制办法呢 第二战役 发生了惊天逆变 一下子来一个大翻盘 宋军大败 辽军大胜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 陡然间的大翻盘呢 因为辽军采取了两招来应对 第一 避免交兵 增援忧中 辽军这个时候 首先 面对着宋军的截二连三的胜利 萧燕燕这个女人 不简单 她没有慌 而是和她手下的大臣们商量过以后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 前使南下 共商对策 她立马派了一个使者 跑到幽州 给驻守幽州的叶律休哥商量 传达了萧燕燕燕的指示 辽国的援军随后就要到 你固守待援 第一招 第二招 招募援军 增援游州 这个援军从哪儿来呢 两股力量 一个 是她驻守东京的部队 驻守东京的部队是常规军 常备军队 这部分军队迅速的就调过去 而且辽国的军队主要是骑兵 她游武民族的骑兵 战马很多 这部分军队 增援游州的速度非常之快 第二个 从各个部落动援 动员各个部落的能战斗人员 一律参战 这个游武民族有两大特点 第一叫马上生活 第二叫马上转变 什么叫马上生活呢 吃在马背上 睡在马背上 生活在马背上 什么叫马上转变呢 平时骑了马放牧 然后扛着枪 骑了马就成士兵 所以他具备了两大特点 马上生活跟马上转变 所以移动员 能够打仗的人 迅速的换上农装 带着马 从各部落 蜂拥而至 增援游州 速度直快 大出宋国 君臣的意料之外 这是第二步 增援 第三步 御驾亲征 古武士气 这个时候 十五岁的 辽胜宗 叶吕龙旭 在萧太后的带领之下 亲自到前线去了 当然 大宋的皇上没去 还待在 待在开封的 后花园里面 没有去 但是 辽国的萧太后 给辽胜宗 亲自出征了 第四 调驳部队阻击西路 因为西路打得最顺 西路几乎打下来了 山西河北北部的四个周全拿下来了 这个队辽国的威胁太大了 如果他这样继续打下去 他从西面攻过来 那就势不可打 怎么办呢 让三驾马车之余的 叶吕鞋真 率部增援西路 到西路去堵截 攀每个阳界的部队 这是萧太后的安排 驻守幽州的叶吕修哥 干什么呢 驻守幽州的叶吕修哥 也采取了四条措施 第一 固守在园 不要急于出征 保存实力 固守在园 第二 疲惫宋军 我不打了 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不骚扰你了 无论是白天 无论是晚上 我都要骚扰你 怎么骚扰呢 晚上派出精卫的部队 找什么呢 找那些辣单的 单独的一个士兵 那就立即给你干掉 小谷部队 我接完了 我给你一砍 我就逃了 他昼夜的骚扰 让你疲于奔命 士气会降下来 第三 断气粮道 这个叶吕修哥是个非常能打仗的人 他知道单凭幽州城的守兵 对付曹兵手下的十万大军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 我就用当年曹梦德打官兜之战那个办法 我去烧你的粮道 他派出精锐的骑兵 绕到宋军的背后 断宋军的粮道 第四 偷袭扫扫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他采取的四种办法来对付东陆军的宋军 在这种情况下 宋军的情况怎么样呢 宋军可以说 隐患重重 宋军虽然第一战也打得顺风顺水 但宋军面临着巨大的隐患 特别是东陆军隐患最大 东陆军存在着一块一蔓 什么叫一块一蔓呢 主力部队走得太快 后勤部队走得太慢 后勤供应不上 宋太宗得到东陆军进军陈述的消息 宋太宗心急如焚 非常担心 结果担心什么就来什么 结果是东陆军在曹兵的率领之下 最后顺利的攻取了卓州 你知道拿下卓州 离今天的北京有多近 一个小时起车可到 但是拿下卓州 又面临一个大麻烦 第一个麻烦 断粮 十万大军进驻卓州 十几天没粮了 后面的粮草供应不上 为什么呢 一 你走了太快了 第二 叶利休哥的部队断了你的粮道 粮草上不来 那怎么办 撤 好不容易打下了卓州 撤 本来是要他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不要急着走 等着人家西路中路都得手以后 你在最后去打 结果他走得快了 站着卓州退回来 宋太宗一得到他 站着卓州又退出卓州 宋太宗大急 告诉曹兵 立即驻扎下来 千万不要往返奔波 消耗兵力了 这会导致兵力的疲劳 一旦军队疲劳了 将来你十万大军 会一败涂地 这是第一个威胁 第二个威胁 真功 因为东陆军开始的任务 就是吸引辽军主力 不让他去增援 东陆军其实没有作战任务 由于没有作战任务 就没有功劳 眼看着 人家西路军打了四个州 又吃肉又喝汤 自己就别说吃肉了 骨头也咳不上 所以东陆军的士兵给降临 真功心切 怎么办呢 二次又拐过来 再打卓州 退出卓州 又去打卓州 好了 卓州打下来了 但是还是面临粮草供应不上 同时面临第三个重要的难题 炎热 已经到了炎热的暑天 天气热的士兵们疲惫不堪 这么一折腾 萧燕燕率领的辽国的主力增援部队到了 幽州城的叶利休哥的军队 一看着萧太后的军队来了 他也出来了 辽军的两路主力 何为要夹击卓州的曹兵的军队 曹兵的军队在卓州是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 那怎么办 退 退的时候 曹兵又犯了一个错误 他不是用部队迅速的脱离 他是带着老百姓一块 辽兵是骑兵啊 追得很快啊 追上来以后 连宋军带老百姓一块看 结果 宋军 首先是在齐沟关 在齐沟关 大败 然后再退 退到哪了 退到巨马河 退到巨马河 辽兵又追上来 这时候宋军的 已经崩溃了 已经无心恋战了 所以这一次就不是双方交战了 变成一方对一方的单方的屠杀 那这一下子这个屠杀 那就死亡太惨重了 然后曹兵再退 退到沙河 刚退到沙河 辽兵又追上来了 宋军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 真的跳到沙河里面去逃命 光在沙河里淹死了 就淹死了一半 整个东路军彻底崩盘 十万主力彻底崩盘 兵败如山倒 宋军是三战结拜 最后是一外涂地 东路军彻底崩溃 酒鬼香全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杨叶之死标志着拥挤被罚最终大败 那么杨叶之死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 谁又该为他的死负责呢 敬请关注细致节目 宋太宗旨 杨叶之死 东路军的大败 令宋军陷入危机之中 宋军开始全线撤退 此时的萧太后 命令辽军全力以赴 追击宋军 而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宋太宗 做出了一个意外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 最终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那么在瞬息万变的宋寮战场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请继续收看 系列节目 宋太宗旨 危险的较量 东路军崩溃以后 萧太后面临了两种选择 第一 成胜追击 宜将胜勇追穷扣 这是一种战法 第二 各个击破 萧太后非常隐名 这个 33岁的萧燕燕 没有采取 追穷扣的办法 而是采取各个击破 我已经击破东路军了 然后派出两股部队 增援 中路和西路的守军 这个时候宋太宗就得到了 前方战败的消息了 得到了东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了 所以宋太宗就立即下列 收缩防线 中路的田冲进从豫州撤回定州 西路的潘美的洋业部 从战的云印四环四周 退回戴州 都退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主力部队全线撤退 同时宋太宗任命了一批老将 像张永德 这些跟着宋太祖打天下这些老将 早就被结甲归田了 让那些结甲归田的老将 分别担任了前方一些州 最高指挥 启用老将 租起了一道防线 防止辽兵 肆意的深入 大宋的国土内部 一方面是戒备 另一方面也是维护 大宋的尊严 在东路军败溃 中路军给西路军撤退的时候 宋太宗又给西路军下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非常要命 这个命令竟然导致的一员大将死亡了 什么命令呢 这个命令是下给西路的潘美的 告诉他 当你在撤退的时候 你带着云州 印州 环州 朔州 带着这四州的老百姓 一块退 当然 带着老百姓一块退 有好处 第一 争取了民心 第二 削弱了辽国的力量 州虽然在你那儿了 没人啊 房子是你了 那是空城啊 鬼城啊 没人啊 第三 通过把云印硕环四州的老百姓带回来 多多少少 可以给国内的反战派一个说法吧 我打了这一仗 我虽然东路失败了 但西路 我把云印硕环四州老百姓带回来了 我总算是还有所掌握 给那些不主张打战的人 见到他们的时候 自己还有点说辞 但是他没想到 主力部队撤退的时候 带着那么多老百姓能走得快吗 肯定走不快啊 走不快就会出事 结果 由于他给西路军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是这次的雍西北伐 又加上一次惨败 让西路军的潘美部成了其单部队攻击的重要方向 让大宋失去了一员大将 这员大将 他的失去对大宋来说损失极大 那么这员大将是谁 他是怎么死的 请看下集 扬夜之死 谢谢大家